奎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驻农战役之一 它不仅导致了新莽王朝的覆灭 也标志着更史政权的确立 顾延武曾称赞奎阳之战中的刘秀 一战崔大迪、顿史和宇平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 由旧一战成名之奎阳之战 刘衍率领联军在吉阳城大败了征服后不久 严犹和陈茂又率领大军进驻了晚戒 之后便来到了距离晚线30公里外的御阳 刘衍闻训后率领大军前驱应战 新莽军战败 沿由只好又率领大军撤回晚城 刘衍便顺势挺进晚城 此时陆林军的兵力已达到了十几万人 势力在逐渐的壮大 但这是一支由新士兵、平民兵、下降兵 以及聪明军组成的联军 既然要联合在一起 就必须推举一个人来统一领导 之前的大战都是由刘衍指挥的 而且刘衍又是刘氏宗亲 所以包括下降兵的头领王长等在内的多数人 都认为应该推举刘衍 可新士兵的王凤和平民兵的陈茂 却觉得刘衍太过强悍 不好控制 等联军逐步壮大后 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被边缘化 于是决定推举另一个刘姓宗亲 刘璇 刘璇也是汉景帝刘起之词 长沙王刘发的后代是刘衍和刘秀的族兄 他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平民兵 并担任陈茂手下的安吉苑 后来又被封为耕使将军 他势单力薄 而且懦弱无能 所以王凤和陈茂 觉得他比较容易控制 于是就推举了他 其他人虽有不满 但由于新士兵和平民兵的势力强大 也就只能屈服认可了 公元23年2月1日 刘璇在玉水 也就是今天的白河河畔 举行了登基大典 及皇帝位 誓称耕使地 新士兵的王凤 被封为成国上公 王匡为定国上公 平邻兵的陈牧为大司空 下江兵的王长为廷尉 出陵军的刘衍为大司徒 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至此 新莽时期的第一个异军政权建立 此举极大的震动了新莽朝廷 而且王莽意识到 刘璇的下一个目标 必然是晚宪 晚宪既是南阳郡的首府 又是通往长安的战略要道 更重要的是 当年 汉高祖刘邦就是从晚宪出发 通过五官进入咸阳 推翻了秦朝 于是 王莽立即派大司空王毅 和大司徒王巡 率领大军前驱平叛 此次出兵的阵容 可以说是从 汉高祖刘邦开国以来 都不曾有过的盛况 王莽争调了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人 充当军中的参谋 任用巨无霸为累位 负责构筑营累 将老虎 豹子 犀牛 大象等凶猛野兽 圈阳起来 随军出征 以便在作战的时候放出来 震撼敌人 让各郡挑选精兵 由郡守和牧守亲自率领 前往洛阳集合 最后 到达洛阳的兵力 达四十二万之多 号称百万 军队集合后 便开始向尹川方向开进 到达尹川后 又会合了 盐游和陈茂的部队 随即便向昆阳挺进 大军威夷千里 粮草滋众 络绎不绝 五月 大军抵达昆阳城 即今天的河南省夜县 此时 盐游建议王毅 大军应该直扑完县 不要在这个 既坚固 又不能影响大局的小城上浪费时间 只要打败了围攻晚城的义军 昆阳城便不攻自破了 王毅却说 我统帅百万大军 路过敌人的城池 怎能在没有攻破的情况下 就绕道而过呢 我要杀进城中的军民 让全军 踏着他们的鲜血前进 岂不快哉 此时 昆阳城里 只有不足一万人 而要面对的 则是王毅的四十多万大军 陆林军其他的队伍 除了有十几万主力 在刘衍的率领下正在围攻满线 另外的两只 则分别在定衍城和定灵 昆阳城内的将领 是新士兵的首领王凤 和下江兵的首领王长 他们召集属下商议 将士们都惊慌失措 他们不仅担忧自己的安危 而且很多人的妻子和儿女 也在昆阳城内 于是 大家都建议弃城逃跑 最后 王凤下令 将领们各自率领手下士兵 分路撤退 这时 一直默默无闻的刘秀 却告诉大家 现在敌众我寡 粮草不足 如果我们合力抵抗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如果大家各自撤退 不但跑不出去 连刘衍在晚线的主力 也将不保 昆阳一旦失守 不出一天 各部也将被各个歼灭 都到了如此境况 我们竟然还不能同心协力 存亡与共 反而是贪生怕死 就只顾着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吗 众人好奇地看着刘秀 怒骂道 你有什么资格 竟然还教训起我们来了 刘秀无奈地笑了笑 便站起来 准备离去 正在这时 侦察兵来报 王寻的大军即将到达城北 大军连言百里 箭头不见尾 这下众人都傻眼了 撤退已经是来不及了 这时众人才想起了刘秀 虽然王凤等人向来看不起刘秀 但现在情况危急 再次上议后 决定试着采用刘秀的破敌之策 刘秀让王凤和王长 率领众将坚守昆阳城 他自己则带了13个人 趁着夜色从昆阳城的南门出城 去调集附近的部队增援 天亮后 王毅下令开始攻城 几十万大军开始出动 有使用冲车和棚车 负责攻城的 有负责挖地道的 有负责用机弩向城内射箭的 一时间 喊杀声四起 击鼓声十几里之外的人 都能听得到 不多时 守城的将士们就坚持不住了 王凤只能向王毅传话 祈求投降 然而 没想到王毅却不接受王凤的投降 他一心想着 等城破后 就开始屠城 但是 如果他接受了投降 就无法屠城了 而且 破城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何必还要接受他们的投降呢 可他没想到的是 守军在得知投降已经无望 逃跑也没有可能的情况下 那就只能拼死坚守了 于是 守城的将士们变得更加的顽强 和誓死如归 与新网大军展开了生死搏杀 此时 沿尤看出了问题 他再次给王毅建议说 兵法有云 为师必确 所以 不能把昆阳城为死 应该留出一面缺口 这样 守军就会无心恋战 总想着逃跑 抵抗就不会如此顽强了 然而 王毅依然不听劝告 继续加紧攻城 就这样 昆阳城内的守军 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新网大军的强攻 昆阳城仍然屹立不倒 再来看刘秀 刘秀到达定陵和衍城等地 调集各地兵马时 将领们贪惜自己的财物 不愿意前往昆阳增援 刘秀说 如果我们能破敌 珍宝和财物能比现在多出一万倍 可如果我们战败连脑袋都保不住了 还谈什么金银财宝呢 之后 各营的将士们才跟着刘秀 一起前往昆阳 此时 刘衍在晚城取得了胜利 晚城的守将曾鹏等不来救兵 只能被迫投降了 消息还没传到昆阳 刘秀为了鼓舞士气 赶紧派人将晚城胜利 以及陆林军的主力 即将前来增援的消息 传回昆阳城内 守军立刻士气高涨 守城也更加的坚定 6月初一 刘秀率领定灵和衍城的汉军 到达昆阳附近 他亲自率领一千起兵先行赶路 在距离王毅大军四五里路的时候 他命令士兵停止前进 就地摆开阵势 刘秀知道 只要他不好阵 王毅就肯定会派人起来进攻 果然 王毅派了数千人前来迎战 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 一连斩杀了几十人 跟随他的将领们高兴地说 刘将军平时看到小谷的敌人都会害怕 今天遇到大敌 竟然如此勇猛 真是了不起 于是 将士们士气大振 斩杀了新莽军近千人 刘秀则率军乘胜追击 竟然就杀到了昆阳城下 随后 他挑选了三千名壮士 带到昆阳城的西郊 交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沿着护城河 一直杀到敌军的中央营垒 只要斩杀了王毅 敌军就必然溃散 王毅其实早就知道了刘秀的这支部队 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随后 王毅和王寻两位主将 亲自率领万余人前来迎战 而且他还下令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擅自出战 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两军交战后 他的万余精兵 竟然抵挡不住刘秀的三千人 很快 阵型就被冲垮 新网军便开始后撤 而其他大军 因为没有接到王毅的命令 不敢妄自出兵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毅和王寻战败 接着 乱军之中 大司徒王寻被当场砍杀 新网军就更加的混乱了 此时 昆阳城上的守军 见刘秀等人如此英勇 也打开城门 大喊着冲杀了过来 面对义军的两面夹击 新网军迅速就土崩瓦解了 四十万大军掉头就跑 兵败如山倒 溃败的士兵们急于逃命 相互推挤和踩踏 走着香腾剑 俯视百余里 碰巧又遇上了暴风雨 大雨倾盆而下 河水开始暴涨 王毅军中的牢狗和豹子等猛兽 被吓得瑟瑟发抖 新网军的士卒 掉入水中淹死了就有万余人 智川被尸体堵塞 几乎咬断流 王毅和盐游等人 锦率领千余残兵 踏着死尸渡河 才得以逃脱 回到了洛阳 就这样 四十多万大军 一窥千里 大败而归 而王莽穷其一生 给大军配备的粮草资重 则全都留给了陆林军 陆林军足足搬了 一个多月都没有搬完 最后一狠心 一把大火把剩余的全都给烧了 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 异常的震惊 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而刘秀则在此战中一战成名 逐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